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国庆 祝休士顿办事处举行国庆酒会 当地主流政要以及美国两党的代表都前来庆贺 会中休士顿副代理市长在致辞前 让两位小女儿用中文向大家问候 增添了温馨的气氛 也共同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祝休士顿办事处长黄敏靖康丽 在入口处与美国主流政要 学术界代表敲戒领袖握手致意 贵宾们在迁道处排队等候 准备参加这场游住休士顿办事处 在相书大道西尔顿酒店举行的 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国庆酒会 来自桥界社团赠送的祝贺花篮 及会场耀眼夺目的双石冰雕 吸引宾客向前拍照留念 活动首先安排王真领唱中华民国国歌 现场细分庄严肃目 接着黄敏靖处长致辞 说明今年庆祝国庆的特殊意义 及新时代的民主意涵 随后全场宾客一起举杯 庆贺中华民国迈向崭新的未来 当天德州州长及奥克拉荷马州参议员 联邦众议员及休士顿市长 都委派代表送来祝贺文告 哈瑞斯县休士顿市议员及美国两党代表 也分别上台致辞联邦 庆祝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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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旅行 而庆祝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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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双十国庆筹备会主任委员赵婉儿 副主任委员陈美芬代表切蛋糕 大家也享用精致餐点 并就台湾发展踊跃交流 台湾宏观电视谢沐顺 美国休士顿采访报导